所以你心中永远都是觉得自己跟别人 这就是我们生生世世 为什么做不了大菩萨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菩萨是不可以舍弃众生的 这是很重要 尤其你受了菩萨界 受了菩萨界以后 你更不可以舍弃一个众生 为什么呢 三千大千世界 假如有一个小虫子或一个好蝴蝶 会飞到你眼前 一个小蚊子叮到这边 它会碰到你的鼻子 它一定会跟你有缘的 所以菩萨不可以舍弃众生 那现在反过来讲 为什么不可以舍弃众生呢 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你可以写下来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的功德 因为别人跟自己是没有分别的 自跟它是平等无二的 所以菩萨永远不舍弃一些众生 这就是菩萨界为什么会生生世世 让你遇到佛法 在座请问 受过菩萨界的请举手 很好 没关系 不管是在台湾或新加坡 受过菩萨界 很好 我也受过 菩萨界有在家跟出家 这个功德会让你 推动你生生世世都遇到佛法 三规五界是在你断气的时候 这一身断了就没有了 你要来生再重受一次 可是菩萨界它是生生世世都有的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还有 这里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会讲 请问 那我们哪一种情况下 会舍弃众生呢 会 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会舍弃众生 我们碰到障碍的时候 也会舍弃众生 就像举个例子 爸爸妈妈教小孩 小孩犯错了一次 两次三次原谅他 到了第四次第五次 你可能会对小孩说 哎呀我快疯了 你干脆啊自己走吧 说爸爸妈妈也会这样 好 那我这里跟你分享 我自己很惭愧的例子 我自己呢 学佛25年吧 在家都算起来也快28年 我在家的时候受过五界 然后后来出家就受沙弥界 然后出家比丘界 出家比丘界完了以后 受完出家菩萨界 大称的菩萨界我也受过 金刚称的菩萨界我也受过 可是呢我曾经呢 在过去两三年当中 因为很忙 去印度跟尼泊尔仇圣 求法 也来新加坡 也见道场 也讲经 所以日以继业都很忙 结果很不幸呢 一年半以前 我突然生病了 有一种病叫蜂窝性组织炎 就是很麻烦的 脚呢会肿起来像恐龙一样 那个细菌会到处跑 结果很不幸呢 它跑到我这里来了 我做命要长得一个像圆球一样 真的很痛 那最后就裂了 就流出了很多的浓血 我一样还是在商业经测上课 可是当我生病的时候 因为很累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次呢 觉得哎呀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我就想把我的学生 统统都放生了 结果那一刹那之间呢 我非常的难过 回到我自己住的地方 我自己放生大哭 为什么呢 我舍弃了众生了 那一刹那之间呢 我的菩萨界没有了 我真的舍弃众生了 我觉得众生太难度了 对不对 我宁愿不要度众生了 太难了 可是呢 在我因为很难过的时候 我就一直念六支大名咒 我一直念念念 我放生大哭 一直哭 在佛菩萨面前哭 哭了半个多小时吧 一直哭哭哭 我后来想 不要放弃啊 不要放弃啊 观世音菩萨都没办法 度尽所有的众生 我也不太可能吧 那就继续度吧 那一刹那之间 我的菩提心又回来了 这是真实的 师父也是凡夫 我跟你一样 投胎到世间 所以我有曾经 三次呢 放弃了众生 放弃了众生 但是你忏悔的话 你的戒是会回来的 所以呢 第二天呢 就又开始呢 继续利益众生 所以 人是会碰到困难的 第二次呢 在商业经社开会的时候呢 我的学生行政干部 也有很多的障碍 这家吵架啦 这家婆媳又发生了冲突啊 这家小朋友又生病啦 这个又没有工作啦 每个联友呢 我就关心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就呢 业力的海呢 就像大海这样 一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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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弄得我也很累 第二次我就想 哎呀 还是把他们放生吧 不过这次放生的时候 念头比较短 一分钟以后 我就觉醒了 哎呀 就是因为他们很苦啊 所以啊 我更应该帮助他们 所以说明 生病的时候 会让你退菩提心 所以病是很大的业力 第二个 忙或是累的时候 也会让你退失菩提心 这是真的 所以各位不要太忙 也不要太累 所以这次为什么 这一次讲座的时候 我会教你们 心不要绷得太紧 大家心都绷得太紧了 要工作 要上班 要养小孩 要做义工 还要精进 心太紧了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听好 不是懈怠 注意听 我先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现在讲你有机会 去爬喜马拉雅山 从山底开始爬 爬爬爬 爬到一半的时候 你说 哎呀 导游 等一下吧 太累了 我们休息一下好吗 可以啊 你虽然呢 在那边休息一下 喘一口气 可是你并没有 跑到山底下 了解吗 你还是在半山腰嘛 所以你并没有退步啊 稍微喘一口气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 你在爬山的时候 有高山症 你要让你的深呼吸啊 肺的功能适应啊 那你更该慢慢爬 休息也是这样 有时候爬累的时候 可以停一下 停一下 并不是舍弃三宝 而是休息 为了要走长远的路 假如你没有休息 一股气都爬上去了 糟糕 心脏病发了 灯 你就往生进土了 那你连山顶都爬不到了 所以 休息是为了要走长远的路 听好 这句话不是要你去做借口 所以各位联友 你不用把礼拜一跟礼拜天 天天都排得满满的 你干嘛 当超人啊 有些联友 礼拜一排到礼拜天啊 我跟你讲 你会很少往生的 但是往生哪里我不知道 你太累了 知道吗 佛教徒 佛曾经说 我们修行就要呢 调你的心 太紧跟太松 都不可以 再重复一个故事 你都听过 佛陀曾经教一个弟子 对不对 他修行很苦啊 出了家 哎呀很苦很苦啊 我想还俗啊 佛就问他 你以前做什么的 他说以前我是乐师 调 琴弦的乐师 佛就依他的行业说 假如琴弦 调得太紧的话 可以演出 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吗 不会 所以 因为那个声音是尖尖的 很尖尖的 但是琴弦若是调得太紧 你也调不出美咒的音乐 佛就问 那请问 什么样的情况 你才会演奏出最好的音乐呢 答案是呢 琴调得刚刚好 佛就跟他说 修行也是这样 你的心不要调得太紧 太紧容易断掉 太松容易懈怠 要刚刚好 所以各位联友 今天有个功课 回家去写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你都在干什么 你排得太满了 新加坡联友 想精进 但是要懂得方法 不是说排得很满 哎呦 我跟很多师父都很熟啊 对不对 对 往生的时候 很多人会帮你来祝念啊 心太紧了 所以我归纳一下 菩萨哪时候会退道心 第一 生病 病也是业力 因为你身心不舒服的时候 你会放弃众生 第二个 太忙与太累 也会退道心 第三个 超过你身心的负荷量 你也会放弃众生 所以不要乱答应别人 各位联友 人家人与人相处 人家请你帮忙 你当然是菩萨心要帮他 但是你要先想一想 比如说很多人要请我奖金 或请我做这个做那个 我也说让我缠坐一下 我至少想二十四个小时 一天以后我才回答你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很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碰过退师菩提心的时候 是很苦的 你答应了他 你又做不到 那人家以后就不会相信你 我若答应别人家的话 我不睡觉 我也会尽心的把它做完 因为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第三个 超过你身心负荷的时候 你也会套退到心 不要轻易答应别人 所以做承诺要谨慎 第四个 不喜欢发怨或不常常发怨 也会退到心 反过来说 常常发大怨 你就不会退到心 因为怨 就像点灯的蜡烛一样 是很大 可以散发出智慧的光芒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第三次我退到心的时候 是谁呢 我见到了噶妈爸的时候 我亲自见了他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很紧张嘛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天天在想他 我会去见他 见到他的时候 因为各位联友 有去过印度朝圣 或见过噶妈爸就知道 现在见法王越来越难 因为他是一位菩萨 可是全世界都要见他 然后呢 我第一次见到法王的时候 我就赶快先顶礼 然后就该做该做的 然后我就跟法王 我看到他说 我就哭了 我说法王 轮回真的很苦啊 要永远不退出菩提心啊 真的很难很难啊 我觉得轮回真的很苦 然后我就哇哇哒哭了 我就哭了 可是我那时候哭得很欢喜 我看到一个圣人在旁边 要引导我 然后法王说 不要哭不要哭 卫生子给你 擦一擦 法王很慈悲 然后他就说 不要哭有什么问题 他会问 我千里迢迢 陪出任何的万难 请假 准备好资粮 然后到了印度 还碰到坏人 还碰到那小偷 或是骗你的人 那车子又不好 你要经过很多很多苦啊 你才会见到圣者 结果法王跟我开示说了 注意听 末法时代 我见过他很多次 我见了他八次 这一次我要来奖金之前 去年我也去了印度 我要走之前 我要去见法王 我说法王你有什么开示 我问了他很多问题 当然在修行 在洪凡佛法利益众生 他给我很多的鼓励 最后注意听这一段 他说末法时代啊 动一个坏念头啊 很快就做成 因为末法时代的恶业 非常非常的多 众生自己跟所有造的恶业 非常多 听好 这段话是他单独对我讲的 没人听过 因为会客只有我一个人 我要求单独会客 private meeting 因为我问他很多出家 僧团跟私人的问题 所以法王就说 末法时代 动一个恶念啊 会很快很快的成就 因为自己的恶业 烦恼习气 跟众生的恶业啊 所以呢 坏事都很快成就 但做一桩善事 尤其是为其他众生做善事啊 障碍都非常非常的多 好事多么 所以法王跟我说 第一 慢慢来 不要急 第二 要修忍入波罗蜜 第三 要永远不要放弃 讲完了就换我哭了 法王说 你怎么又哭了呢 我说 我很高兴很高兴的哭 你的真心鼓励我 让我很感动 所以我常常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法王告诉我的话 一 不要急 慢慢来 第二 要修忍入波罗蜜 第三 永远不要放弃 我讲这一段话就是鼓励你 这就是菩萨永远不舍弃众生 或许你会说 现在这个人是坏人啊 可是他也有佛性啊 你帮助他 将来你就会像呢 成东老母一样 释迦牟尼佛不能度他 可是阿难尊者可以度他 所以当你度众生 乃至于呢 你今天看到一个小狗 给他吃食物的时候 你为了他的时候 你心里应该发愿 愿度一切众生都成佛 将来这只狗 旺旺旺旺旺旺 他可能会咬别人 可是他不会咬你 他会听你的话 因为你发愿要度他而成佛 所以佛 为什么要为成佛之前 要广结善缘 所以不放弃众生 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各位 修行的路上 你一定会起起伏伏的 师父呢 很真诚地告诉你 我自己丑陋的经验 是要鼓励你 修行真的很不容易 有时候也要鼓励自己 心不要绷得太紧 也不要太松 所以永远不要放弃 好吗 好 现在看六十九页第十四行 菩萨摩赫萨 对不对 永远不放弃 刚才这一段讲过了吧 讲到第十六行 对不对 对 我这段讲了 所以应当射受 永远不要放弃一切的众生 接下来帮助众生的时候 请看丁二 安置众生 心向于大乘佛法 请看下面的幻灯片 所以诸佛如来都以什么 大悲心为根本 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是台湾南部呢 高雄有一个寺庙 背后是东黄的壁画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前面这尊呢 事实上是准提菩萨 非常非常的庄严 为什么 所有的诸佛如来 都要修大悲观音法门 因为他永远不舍弃众生 所以没有一个人 不修观音法门的 观音菩萨 顾一切一切的众生 不管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一贯道 基督教 天主教 乃是呢 民间宗教 只要看到观世音菩萨 或是呢 礼拜观世音菩萨 我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观音菩萨都会度的 还有一位菩萨 也会度 地藏王菩萨 在地藏经里面说 南瞻不舟的众生 只要在地藏菩萨面前 一头树 一瞻礼 一头竹 一顶礼 一合掌 一香花 一灯果竹 地藏菩萨 成释迦摩尼佛的祖父 在弥勒菩萨没有出世的时候 只要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的 六道众生 十方法界的众生 地藏菩萨也会度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我在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寺庙 叫石头山 我也石头山的注重 有时候因为山上是旅游圣地 有时候会有外国人来 那常住里面 大概我比较方便说英文 就是会招待他 有时候他们来爬山很高兴 我就故意的会请他点个香 在地藏菩萨跟观世音菩萨面前 点个香 我说 Please make a wish Your wish will come be true 意思是说 请你许个愿 然后你的愿望会圆满的 那他就问我说 许一个吗 还是两个 我说多多益善 As much as you can 然后他就在念 然后呢 就在这样子烧香 他不一定鼎礼 他就这样烧香 那时候我说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放个光吧 照他吧 希望能度他将来学佛而成佛 的的确确 很多的我的婆 外国朋友 都是这样而学佛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诸佛如来 为什么大慈大悲呢 永远不舍一切众生 因为救度众生 就是成就自己的功德 再看下面 丁二 安置众生 心向大秤 六十九页 第十七行 请看十八行 祭宋 菩萨从出发心 一直到他成佛 随他的硬化身 各种堪的能力 堪就是能接受 或是能承受的力量 他会用各种的方便 教化众生 让他进入大称佛法 听考众生有很多根系 就像在老师在学校教学生一样 有些学生呢 真的是支付优异儿童 你一讲 他就懂 有些学生呢 讲一遍两遍三遍 他很聪明 有些学生呢 你讲个一百遍 他还是不懂 那你要找辅导老师 小朋友来教他 但是你不可以放弃他 这样才是一个好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同一班里面 每个人的条件能力呢 跟家庭教育跟背景都不同 所以菩萨度众生也是如此 众生有很多不同的根系 有些是多生多节就修的 有些呢 是前几世才听闻佛法 有些是在他方世界听闻佛法 有些是呢 在过去是断气的时候 家人为他诵地藏经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或念佛号的时候 或做法会的时候 他才听闻到佛法 所以每一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不同 但这一段的目的是呢 要安置众生 心进入大乘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大乘佛法很殊胜 他发生菩提心 广度一切的众生 请看经文 六十九页第十九行 此登地的大乘菩萨 在所有众生当中 随所承受的能力 从出发心开始 尽心尽力地做 就像前面讲过的 方便波罗蜜一样 用各种的善巧方便 应当精进地 以各种善巧方便 跟众生结缘 教化众生 感化众生 让他进入大乘佛法 为什么呢 请看问十二 何以故 菩萨但以大乘佛法 教化众生 而不是以身文成 或独绝成呢 十二他回答 答约 祭诵一百诵 因为 千百亿横河杀树 这样的众生 假如你教化 像第一个化 是当动词用 教化 你教化 像横河杀树的众生 都正如像 阿罗汉果一样 请问 功德大不大 当然很大很大 举个例子 像新加坡 所有的联友 佛教徒 跟非佛教徒 你全部都教他 赠阿罗汉果 乃至于呢 整个华人的世界 亚洲世界 全部都正为阿罗汉 或是整个地球的 西方人 东方人 印度人 南非人 全部都正阿罗汉 那功德当然很大 那整个是地球 都会放光的 乃至于像 横河杀树的众生 你都用佛法教他 对不对 正到阿罗汉果 想不想功德大不大 当然无量无边 但是呢 下面寄诵讲 佛菩萨说 不如教一个人啊 进入大乘的佛法 发菩提心啊 这样的功德 比教 横河杀树的众生 正阿罗汉果 功德还大 可见大乘佛法 是很殊胜的 为什么呢 他下面会解释 请看 六十九页 第二十三 若教化 横河杀树的 等无量无边的众生 得阿罗汉果 这个呢 是大 这个呢 当然很殊胜 可是这个 大乘的福德呢 是胜过于 身文称的福德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正阿罗汉果 就是他一个人 是圣人 可是你教一个人 发菩提心 这个人 菩提心 将来还继续学佛 而成佛的话 他一个人呢 可以度 无量无边众的众生 都成佛 所以 经文写说 以种子无禁锢 就像我们点灯一样 比如说 师父假如现在点灯 我给点两位 旁边法师的点灯 两位法师又给 左右两位的脸 要点灯 你看 一刹那之间 整个大殿 都会是都是灯啊 这个就是 大乘佛法的功德 了解吗 所以简单的说 正阿罗汉很好 可是他自己是圣人 可是呢 他没办法度 更多更多的众生 可是大乘佛法 是告诉你要发愿 众生无边 誓愿度 所以 这个种子 是无有穷尽的 因为这个所有的种子 都能够为其他的众生 做菩提心 各种三小方便 因为有菩提心 所以你教别人 所以别人呢 慢慢修行 菩萨也会教化 身文跟原诀 所以也可以度更多的众生 所以这个福报 是比你度三千大千世界 恒河沙数的 正阿罗汉国的福报还大 再看 69页第26行 此福得胜 为什么胜呢 大乘是比身文跟原诀 更为殊胜的 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菩提心 是没有数量 没有局限的 无量无边的福得固 再翻过来 七十页第二行 因为由大乘发菩提心 广度众生 所以佛法身 三宝的种子 在世间 就永远不会中断固 所以 求大乘的福田 或求广大的福田 应该以大乘法 教化众生 而不应该自私自利 只是以身文跟原诀 来教化众生 所以结论呢 是大乘法 是很殊胜的 要安置众生 心向大乘佛法 好 在这里讲 三宝种不断固 七十页第二行 三宝种不断固 好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大家要思考 假如你在家 受过菩萨界的人 那更应该想 我怎么样 让正法延续下去 因为在受菩萨界里面 会有 这个 所谓 护持三宝愿 说假如呢 一个佛弟子 受了菩萨界 你不护持三宝 是破戒的 为什么呢 他就是希望 这个佛法的无尽灯 要延续下去 所以说 在家的 受过菩萨界的人呢 应该 更应该护持正法 如果还没有受菩萨界 你有三规五界的话 也应该 随缘 随分 尽心尽力地 护持三宝 因为只有你 护持正法 正法才会延续下去 反过来说 对出家众 在座的几位出家众 不管比丘 比丘尼 我们没有工作 但是我们有 比一个在家人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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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责任 让三宝的肿 不可以中断 举个例子 我今年43岁 假如呢 各位老菩萨不要介意 我师父一直讲 我很老 其实你很年轻 你很年轻 人老 心不老 比较重要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世间的无常 我43岁 假如我这辈子 能够活到80岁的话 我一只脚 已经踩进棺材里面了 这是真的 我也常常在想 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众生 我也很谢谢新加坡的联友 常常刺激我 也鼓励我 因为要 所以为你们做的讲义 都要做中音对照本 对不对 我也要度年轻人 我要slide show 还有换灯片 还有做短片 对不对 我很感谢 我帮助众生 我同时也很感谢众生成就我 但是我常常在想 佛法真的很好 可是古汉文真的很深 我学过20年的古汉文 那万一我奥弥陀佛往生以后 很少人会懂古汉文的 现在新加坡人的华文 OK啦 Not too bad 但这也不怎么好 你现在各位老菩萨 你还会念普门品 下一代的人 普门品可能变成 普门品 门普品 品普门 他都会念错的 所以我常常在想 我怎么去帮助未来 无量无边的众生 通过现代的科技 所以你的心要想很远很远 这就是我们的菩萨界 还有我们还要一个想 那我现在越来越老 对不对 我前几天不是讲 灭了日霸的故事吗 对不对 找师父很难 找徒弟也很难 那有一天 我说越来越老了 我也要把我教到的佛法 教给后面的徒弟 不要说什么 假如我有福报 有功德力 有忍辱 慢慢做 永远不放弃 我可以教出五个新红诗 或十个新红诗 在全世界红法的话 那我就可以微笑 跟阿弥陀佛说 我责任做完了 你该来接我了吧 可是这很难 为什么呢 现代人都很难 怕吃苦 对不对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所以真的度众生很难 那我还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责任 就是我要往生之前 要教出下一代的 在家或出家中的好弟子 这是我菩萨界的责任 叫做延续三宝 三宝的种不中断骨 真的 这是我们出家人 比你们出家人 更重要的责任 因为我们没有工作 我们接受众生的供养 我们虽然做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有一个责任就是 要问我 我当我越来越老的时候 我是不是为三宝 为众生 培养出很好 我不敢说最好 Perfect的 Better than me 比我更好的出家中 能够在娑婆世界 大转法轮 广度众生 不要多 佛陀一个人度了五个比丘 正法就能够住在世间 两千五百年 请问我去哪里找这五个人 干脆宝贝好了 我看我应该多去 司马木路 关密庙 多拜一下吧 对不对 我不是求什么 求准提菩萨 多送我 给我一个五个好徒弟 而且这个五个徒弟 不要让我呢 气死了 徒弟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你说以前呢 我们煮饭给师父啊 做师父的试证 现在是徒弟煮饭啊 对不起 师父煮饭啊 看见 徒弟你心情好了吗 要不要吃饭啊 你不吃啊 会饿的 你生了病我还要出医药费 送你去医院的 我去哪里找这五个人啊 真的 我不是说笑话 当我的大称的师父 把责任交给我 金刚称的师父交给我的时候 我也在想 我怎么样做到三宝肿不断固 好 答案我告诉你 秘密 今天就可以讲个段落了 什么秘密呢 拜观圣音菩萨 拜地藏王菩萨 他不是因已和身 得度者 即现和身 而为说法吗 我也可以把阿弥陀佛 佛菩萨 你要千百亿化身啊 对不对 你要护持正法 请你多化几个身 来做我的徒弟吧 在家出家 七种弟子啊 都一起来啊 同共怨心啊 对啊 我们明明不是讲 因已和身 得度者 即现和身 而为说法吗 所以你不要看 小朋友里面 也是会有佛菩萨来化身的 所以你要多给他吃一点巧克力 给他结一点善缘 所以我真正天天的我都在求 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我也求阿弥陀佛 希望我度的众生 不论在家出家 都一起同共发心 永不退心 来护持正法城 这样三宝 他就永远不会中断 所以我不用担心的 好 今天讲完了我的秘密 然后 今天讲经就先讲到这里 七十页第二行 明天从七十页第三行 丁三 有些众生要以二称佛法来教化他 所以听好 拜观世音菩萨不是只有求 哎呀观音菩萨 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就告个段落 观音菩萨 不是呢 这是佛牙式的六臂如意伦观音 六臂代表度六道众生 为什么叫如意伦呢 如意伦就像模拟宝珠一样 永远满你的愿 所以各位联友 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求健康 求长寿 求家里平安 求生观 求发财 真的如理如法是可以求得到的 但是不要只是求世间的 你要求出世间的 观音菩萨也希望我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也希望我呢 能够护持正法 然后呢 护持三宝 观音菩萨 我也希望能够呢 将来用各种方法 利益众生 观音菩萨 我也希望我能够正大乘 观佛三昧 观音菩萨 我也希望我找正无声法忍 观音菩萨 我也希望我能定中见佛 所以观音菩萨在观音耳根源通章里面说 若有众生求我 求长寿 求得长寿 求健康 得健康 求三昧 得禅昧 求成佛 得成佛 可是一般人若没有听佛法 都是求前面的 都是呢 求到的时候很感谢 求到了呢 也把佛菩萨也放弃了 临时抱佛长 就下次碰到困难的时候 哎哟观音菩萨 你无我 你应该不会舍弃我 我又来求了 众生都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不求观音菩萨 你让我正大乘观佛三昧 你让我成佛 将来我跟你一起度众生呢 这个才叫做广大无量的大悲心 广大无边的菩提心 这个才叫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好 那回答一下问题 因为不回答问题 众生是会不欢喜的 好 请看 师父 请问受菩萨界 是不是一定要吃素 这要看你受的戒是什么 南传是没有菩萨界 大乘是有菩萨界 金刚乘也有菩萨界 请专心听 这个问题虽然很简单 我讲详细一点 第一 菩萨界是你要发 大悲怨心 菩提心 行菩萨道 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六度波罗蜜 所以菩萨永远是不伤害众生 而舍弃众生的 因为这个道理你明了了 所以你才要发心吃素 吃素 不等于成佛 你想想看 如果吃素就是成佛的话 牛跟羊不是吃全素吗 命 他全天吃素啊 可是他是畜生啊 吃素只是让你圆满你的慈悲心的一个很好条件 吃素对身心的确很好 有很大的功德 假如你受了是中国 梵网经菩萨界的话 或是幽婆色界经里面的话 经文就会想 菩萨受菩萨界 不忍食众生肉 像我 我就受过21年的菩萨界 虽然我刚才跟你很惭愧的讲 我也曾经三次业障现前 我一刹那之间退失了菩萨界 但是我又忏悔了 我的菩萨界还是在的 我是真正有菩提心 有菩萨界的 但是呢 我受了是梵网经菩萨界 所以我也是吃素的 纵使我学了金刚秤 我不会说 诶 徒弟 老兄 哪天我们去吃牛排吧 我不会这么做的 因为我有菩萨界 我在佛前发愿 我生生世世 敬畏来尽 我永远不食众生肉 所以这个是要你 吃至于内心里 举一个例子 假如现在有一个怪物 巨人 专门吃肉 请问你要给他吃吗 有一个怪物 或者巨人 专门吃肉 你要给他吃吗 可能跑得最快的是你啊 所以每一个众生 都不喜欢被杀害的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受菩萨界要发心 以欢喜心 跟大悲心去吃素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有些人嘴巴素 心很不素 所以当我面对西藏佛教的时候 很多仁波切啊 或拉玛或坚波像 你们华人啊 都是素鸡素鸭 又素鱼啊 我说那个只是度出击的学生啊 那我们吃素 我们的心有没有素呢 这个不要去躲 我们华人弟子真的要想一想 那现在更有一个问题 哎呀那既然南传没有吃素啊 金刚称没有吃素 那我干脆说 金刚称的菩萨界嘛 很抱歉 大宝法王 十七世的大宝法王 公开 嘎举派 全世界的人都要吃素 慢慢来 西藏人他的文化 有些吃素 真的很不习惯 但是吃素啊 对于身啊 心跟修行啊 绝对有好处的 所以你应该喜欢喜心去吃素 假如你要受菩萨界 那万一你的生活场合 或是生活方式不行 那你就先受三规五界 拥有慈悲心跟菩提心 这是比较重要的 不要说受了界 你又做不到 又破界 那比较不好 那现在台湾呢 因为这个吃素的问题 以及南传北传 藏传相互影响 所以现在台湾也有受 于谐师地论的菩萨界 那有一个开源的方式 就是于谐师地论的菩萨界里面呢 他就没有规定要吃素 但他说要有大悲心跟菩提心 那你就自己决定吧 我以前受的是 梵网经菩萨界 现在台湾也有受于谐菩萨界 是弥勒菩萨传的 那在家居室你们受的是 幽婆色界经 里面也有菩萨界 所以你受界的时候 应该先去了解 第二个问题 师父我弟弟去世了 I'm sorry to hear that 为什么我会梦到他 两手呢 只有两个手臂的皮不见了 说是弟弟自己割来卖的 我想你弟弟过世了 可能他不一定很了解佛法 其实过世了以后 他的身体是虚幻的 不管是你土葬跟火葬的话 其实他都不存在的 那你的弟弟会执着这个手 可能在是不是他过世的时候 或受伤之前 他的手曾经受伤过 因为痛苦的记忆 他会觉得两个手的臂皮不见了 另外他的脚好像是被砍断了 是不是他过去是杀生 不一定 其实真的过去是呢 就过去了 我们的身体像一个轿车一样 我们只是要换一个driver 换一个司机 这个身体啊 怎么样其实不要太在意 所以我会建议你 为弟弟点灯 为他献普贤行愿品 为他念观音或地藏的圣号 那这位联友你没有写名字 可不可以你待会下来 或明天我不知道他们在 请你到办公室 写你弟点的名字 星宏法师发愿帮他送普贤行愿品 免费的 而且我也把这个奖金的功德 回向给他 这个我很欢喜 我愿意做得到 不过各位联友 谢谢你的鼓掌 不过不要送太多名单来 你可以自己回向的 有些众生很皮的 星宏师听说你的功德力 回向比较大 大慈大悲敏众生 师父你不是说要菩提心吗 不可以舍弃众生啊 空性啊 无常啊 现在的众生很可爱的 下一个 师父 请问 有一次我在医院里 我的耳朵听到有 冤亲在主的声音 他们叫我去受菩萨界 叫我答应他这么做 你觉得如何 答案这是幻境 因为 幽民界众生 不会叫你去受菩萨界的 要的话他自己受啊 有啊 蒙山师师里面 也有放幽民界 所以这个是幻境 那你说 你可能会跟师父回答说 师父我真的有听到那个声音啊 真的啊 叫我受菩萨界啊 其实 其实那是你心中的善根深情 不要去执着 有时候我们对于佛法比较不了解 我们会常常去抓 这个是真的 师父我告诉你 我真的看到 错 没有一个是真的 很好的答案吧 你们都笑了对不对 对不对 各位智慧升招了吗 没有枉费呢 海映古斯呢 举一次四次佛学讲座 我来得快两年啦 还讲不完啦 对不对 你总要有智慧嘛 就像镜子一样 其实有时候很多你听到的 或是想到的 或空中生听到 知道了就好 不要理他 你不要一直抓 师父 那个是不是过去跟我有缘呢 你总是要抓一些特别的答案 答案是我什么答案都不给你 我不要增长你的执着 凡是都是假的吗 所以你说 幽民界众生会叫你受菩萨界吗 答案不会 第二个问题 师父有一次我念咒 突然我觉得我在地上上爬 是不是有一次我像做狗一样呢 请回答 答案不是 因为小朋友也在地板上爬 每个人都爬过 我也爬过 所以你不要去抓 我过去是不是狗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过去是都在六道众生轮回过 你做天上的天王过 你也当过国王 你也当过皇后过 你也当过地狱恶鬼出生过 释迦牟尼佛在本身经讲 所有云云的众生 都在六道里面做过各种身份过 重点是你今生是什么 过去是国王又怎么样了 你现在就不是国王嘛 过去是是狗又怎么样了 你现在是人啊 你现在是尊贵的佛弟子啊 所以你说我念咒 突然在地上爬是不是有狗 不是小朋友都会爬 好 有一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需要多一点时间 我明天再答 师父请问如何修持 才能镇入无我与空性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明天再答 我已经准备好幻灯片 我答一个比较简单的 下面师父请问 为什么有时候在联酉 在法会的时候呢 在诵经的时候都会摇来摇去 还会撒进 其实法会的时候 有时候你心清静的时候 会有磁场能量的改变 这是的确的 在禅经里面讲气动 就是刚才我告诉你 你打坐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昏沉啊 其实你的气是往下降的 有时候呢 你心浮气躁呢 你坐不住 所以气是的确存在 但我在讲座里面 比较不喜欢用这些词 为什么呢 一样老话题 你会抓 哎呀师父 现在磁场又来了 能量又来了 气又来了 所以有些联酉呢 他在法喜充满的时候 诵经的时候 对不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或是呢 念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他自然就会动啊 这个叫气动 眼睛睁开 不要去理他 把心定下来 还有些呢 念经念得很好 观念我走来啊 其实那也是气动 观念菩萨根本没来 而且他不会用这种方法来 对不起 我不是哭了 我是太好笑了 对不起 观念菩萨做大宝莲花 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呢 用脑筋想也知道 说个笑话 用膝盖想也知道 而且膝盖没有神经啊 有骨头啊 所以 自然就好 不要去执着 听闻佛法很重要 那当然听好 并不是师父笑你 而是你很用心问这个问题 我只是让大家开心一点 上了一天的班 然后呢 又来听闻佛法 也有点晚了 所以不是你问题问的不好 是问的很好 但是重点是什么 你会执着这些外向 下面一个问题 佛教徒可以离婚吗 可以啊 不过先要问你 为什么要离婚 我昨天讲沟通 今天有几位联友来 我也发现很多人 太太跟先生 沟通真的不太好 做爸爸妈妈 虽然 虔诚学佛 可是跟自己的孩子 就很多的冲突 也沟通不太好 你要打开你的心 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 不能谈的 天底下没有事情呢 不能解决的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跟你的太太 好好沟通 但是有一个条件 一次只能爱一个人 很抱歉 这是佛陀说的 师父没有什么立场 我在国外受过教育 其实我知道 很多很多的事 我不能说 我什么事情都知道 但是我知道 众生是很复杂 烦恼也很多 也很苦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 族群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要 去接受他 换句话说 你爱一个人 就要爱一个人 不要爱一个 还有第三者 还有金屋长交 还有劈腿 你有这么这么 这么多的腿啊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 体力去批啊 所以佛教徒 不可以有第三者 你爱一个人 就真心的爱 你有没有结婚 OK 同居 OK 我都可以接受 问题是你真心爱对方 而不伤害对方 不欺骗对方 了解吗 所以佛教徒里面呢 传统的文化是 一夫一妻制的 你说算不结婚 OK 那你就好好爱对方 好 注意听哦 我的心是要 心爱对方很重要 还有爱对方 要相互的沟通 体谅 不要呢 又是脆脆念 脆脆念 总是挑人家的坏毛病 你问你嘛 你自己也没有 完美到哪里啊 是不是 所以假如你经过了 关怀对方 然后呢 沟通 最后你发现 两个人 个性生活方式 的确不能生活在一起 可以 如理如法的去办 Divorce 是可以的 你没有犯戒律 也没有 堕地狱 你是可以 但是我相信 你内心会很难过 那假如你要 再找一个之前呢 你心要更冷静一点 不然你换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每一年换一个 哇 那你心也未变 太花了吧 灰灰 两朵花 三朵花 就变三八阿花 表示你的欲望太强了 烦恼太多了 你永远在抓 了解吗 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很好 师父也不会害羞 我公开会答 但重点是呢 你爱一个人 你就要真心爱他 要给他机会 但是假如你到最后发现 个性 想法 看法呢 不能合 那就注意听啊 心虹法师没有鼓励你离婚啊 我前面讲很多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到处可以倒带啊 我没有鼓励你离婚 但是你觉得彼此生活在一起 想法 看法不同 甚至他也会障碍你来学佛 那你会说 这样吧 你有你的世界 我有我的世界 那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会比较好 否则我约束你 你也约束我 然后呢 你又不喜欢我 我又找第三只腿 那这样 三个人都很痛苦 知道吗 知道吗 人要正派一点 知道吗 做什么事情 要表礼如一 当然在佛教徒里面 也有怜友 会比较有缘 后来就结婚了 一起行菩萨道 也很好 商业金色 我们也是一对夫妻的 有四五对 全部都是非常虔诚 精进的怜友 对不对 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 假如你觉得一个人孤单 那你要真正怜友去找伴侣 很好 那你就要真正一心一意 爱一个人 知道吗 不要呢 自己觉得呢 不愿意面对自己 有些脸友 就是这样 他觉得 我要亲近 我要独身 可是看到别人 有男朋友的时候 这样看 女朋友也是这样看 不需要嘛 那你就好好去结婚 找一个正性的佛弟子 做佛化家庭 这样的心会比较安 知道吗 在家也可以修情成佛的 不要怕 那选择出家也很辛苦 像现在时代又不一样 经济也很不景气 很多结了婚以后 决定说我不生孩子 也可以 那要夫妻要共同的商量好 虽然你身心健康 你不要生孩子 那你把你的体力 时间 可以去朝圣 去修行 可以帮助全世界很多的人 比如说 World Vision 我们虽然是佛教徒 可是基督教天主教做了 世界展望会 一年他就八百万的人民 全世界要做的事情很多嘛 所以假如夫妻你们两个谈好 不要生小孩 身心健康 一起做佛教徒 非常好 好不好 那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今天是讲座前的道处 第二天 这次讲座呢 我希望除了继续介绍 龙树菩萨的菩提资良论外 我的愿心是希望帮助大家 在指根观的方面呢 能够多进步 所以在讲座之前都会静坐五分钟 第一天是教属习惯 注意在你的鼻尖 第二天是教你 注意力放在你的丹田肚脐底下 三指或四指的地方 第三个是教你坐在菱花里面 第四天呢 是教你光明的观想 第五天是教你观佛三昧 第六天是介绍十方佛观 今天我要教的是 教你的自信也会放光 所以请注意听 明天呢因为时间很短 又要感谢又要敲钟 又要回答问问题 所以明天会很短 所以明天我不会教新的东西 明天我们会复习旧的 所以今天第七天 我会是教第七类的观想 是大乘的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你的心也会放光 所以工作人员请坐下 没关系 你也要练习 待会后面有人呢 还是可以让他进来 没关系 先请看幻灯片 复习一下 观想在自己坐在莲花里面 莲花什么颜色都可以 白的 金的 彩虹的 红的都可以 因为莲花也是代表 六度波罗蜜的音 佛 无上的佛果 代表开花而结果 所以你可以观想 什么样的莲花都可以 那待会我们要做的就是 一观想就观想自己 坐在大宝莲花里 然后我会合掌 请大家合掌 现在不用做 你现在专心听 待会一起做 然后呢 因为要观想自信放光 可是我们呢 凡夫平常呢 我们是有心 但是我们的心啊 常常都是比较不清净的 杂染的 很多的烦恼的 所以很难放光 那放光 前几天有说要佛力 法力跟自力 所以佛随时随地都在加持我们 不管是早上 下午 中午 不管是海音股市 或在你的公司 或是在家 或是在任何的地方 佛力都加持你 那现在的关键是什么 要透过修持的法的力量 所以待会我会带大家一起念六字大明咒 念个七声到二十一声 念完以后 透过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让你心中会放光 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 这张是西藏的 这个禅观的一张图片 我好不容易才拍到的 它就代表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其实佛心不在外面 它就在你的心里 当然你也可以说 佛不在内也不在外 可是它现在就在你这里 比如说你现在听到 欣宏师讲话的声音 请问你用什么心来听经呢 其实你是用佛性来听经 所以你才会听得懂 你才会生欢喜 所以佛呢 佛性呢 你要观想我们在我们的心间 心间呢 不是你的心脏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 人类的心都是偏左边 我们都是歪心的 对不对 讲心脏是在这个地方 我麦克风这个地方 观想你的心间 然后呢 待会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会上供一切诸佛 然后你的心呢 就会像这张图片一样 它会放光 像彩虹一样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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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慢慢慢慢变得大 那你拜 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你心中放五彩的光 祈求佛 佛萨加持你 所以当你供佛的时候 一定从下对上 就好像我们供佛摘天 或者我们做法会 我们要供佛 我们是一个鼎礼 供养师父 一定跪下来 由下对上 来供养佛菩萨 当我们念南无华言 海会佛菩萨的时候 整个大殿里 你虽然看不到 但是呢 它是存在的 华言会上佛菩萨 都会放光加持的 所以你要观想 你心中放光 而往上 这样起来的时候 是供养佛菩萨 那佛菩萨都很高兴啊 所以你供养的时候呢 你的光要向右旋转 现在不要闭眼睛 专心看我 现在不是修禅定的时候 现在专心听 就是你的禅修的时候 看光呢 它会向右旋转 像什么呢 普贤供养云 你念普贤行愿品 它会向右旋转 然后云呢 变一朵两朵大朵 然后上面呢 你可以观想 供养了所有 你最欢喜的东西 金银珠宝 珍珠项链 也可以供养小朋友 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你也供养你最喜欢的 卡布奇诺 都可以 意思是说 我最欢喜的东西 供养诸佛菩萨 这是由光由下往上 叫上供诸佛 这是很重要的观想 在大乘里 不然你供佛怎么供 来了 来了 香啊 对不对 买了花 这样摇一摇 拜一拜 想一想 佛菩萨也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来啊 有 他知道 你的心要很虔诚 但透过观想 你供养的功德会更大 接下来会再继续念 六支大明咒 念完以后观想 那佛很高兴啊 接受你的 他有放光加持你 像太阳一样 照在你身上 所以你身上呢 所以你身上呢 也是透明的 彩虹一般 然后你继续念呢 从你的心中 然后放光 嘴巴 吐金色的光 因为你练六支大明咒嘛 因为法的功德力 大悲观 三世音菩萨的加持力 所以你嘴巴呢 会吐金色的光 彩虹 照什么呢 照六道一切众生 你先观想 照在佛堂大殿里的莲友 外面的公鸡 乌龟 小狗 树上的众生 然后呢 慢慢慢慢扩大 新加坡整个莲友 整个世界 你都照 再来往下照 照地狱 恶鬼 畜生 这叫下化众生 这是他修行的方法 这是很重要 可能你从来都没有练习过 所以没有关系 慢慢来 不要急 我会很有耐心的引导大家 我再讲一遍 当你念六支大明咒的时候 心中很虔诚的 放光 从下往上 然后向右旋转 变成云 再满了很多金银珠宝 你最喜欢的东西 巧克力 卡布奇诺 各种蛋糕 都可以 都供养佛菩萨 佛菩萨很欢喜 他就微笑 他就放光照着你 照到你 然后你身体就变透明的 刚才你是一个人 现在就变透明的 佛加持你 接下来继续念六支大明咒的时候 观想 你的嘴巴会吐金色的光 照往下 叫下化一切六道众生 所有的众生呢 都在念六支大明咒 Om Ma Ni Ben Mi Hon 所有的众生呢 都跟你一样是合掌的 你观想外面的小狗 公鸡 小鸟 乌龟 所有的莲友 通通通都坐在莲花里 每一个人都是一尊佛 所以大殿这全部都是未来佛 所以一起合掌 这样关键 所以真实的情况 应该像下一张照片 自信放光 骗照法界 你可以从额头放光 喉咙 放光 但我今天教的是从心间放光 慢慢来 不要一下学太复杂 学太复杂呢 那你会觉得不欢喜 所以先关注在你的心 这样呢 你的心会定下来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做 先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好 看幻灯片 坐在莲花里 先想好你今天要选 什么颜色的莲花 好 肩膀 挺直 手放松 手你要叠起来也可以 放在大腿上也可以 完全放松也可以 好 先静坐 然后先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好 先静坐两分钟